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力量可能被称为上帝 宇宙 命运 甚至是自然的力量 但无论名称如何 这种力量都代表着一种超越我们理解和掌控范围的存在 当我们处于困境中感到无助和迷茫时 相信这种力量在默默地帮助和指引我们 能够给予我们无比的慰藉和勇气 试想一下 你正经历人生中的重大挫折 可能是工作上的失败 感情上的破裂 或是健康上的问题 在这些时刻 我们往往会感到孤独无助 彭扶整个世界都与我们为敌 但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老天在动你 相信有一种力量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和引导我们 我们便能够从困境中汲取力量 坚持下去 直到看到希望的曙光 这句话的力量在于它能够改变我们看待困难的方式 当我们相信老天在动你 我们会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我们会发现困难并不是来自于外界的打击 而是内心的一种挑战 一种让我们成长和学习的机会 这种信念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坚定 让我们不再畏惧挑战 而是勇敢地面对 并从中学习和成长 相信老天在动你还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当我们相信有一种更高的力量在指引我们 我们会变得更加乐观和积极 我们会相信 无论现在面临多么大的困难 最终都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 这种积极的态度能够激发我们的潜能 让我们在困难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并最终走出困境 老天在动你这句话还能够让我们学会感恩 在困难中 我们往往会抱怨命运的不公 抱怨生活的艰难 但当我们相信有一种力量在默默地帮助我们 我们会开始学会感恩 感恩那些在我们困难时刻出现的人 感恩那些让我们成长的经历 感恩那些让我们变得更坚强的挑战 感恩之心能够让我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刻 让我们在困难中依然能够找到幸福和快乐 相信老天在度你还能够让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 在困难中我们常常会感到迷茫 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 但当我们相信有一种力量在指引我们 我们会开始寻找自己的内心 寻找真正让我们快乐和满足的东西 这种内心的探索能够让我们找到真正的人生目标 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有意义 老天在度你不仅仅是一句话 更是一种信念一种生活的态度 当我们能够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并在生活中实践这种信念 我们将会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积极更加感恩 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 我们都能够坚持下去 并从中找到成长和学习的机会 或许你会问 为什么我们需要相信老天在度你 这种信念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这种信念能够改变我们看待困难的方式 帮助我们找到内心的力量 并最终走出困境 当我们面对困难时 往往会陷入消极和悲观的情绪中 我们会认为自己无能为力 认为困难是不可战胜的 但当我们相信老天在度你 我们会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我们会发现 困难并不是来自于外界的打击 而是内心的一种挑战 这种挑战能够让我们成长和学习 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智慧 此外 相信老天在度你还能够让我们 学会接受和适应变化 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和变数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当我们相信有一种力量在指引我们 我们会变得更加接受和适应变化 我们会相信 无论发生什么都有它的原因和意义 我们会学会在变化中找到机会 并从中获得成长 你有没有曾经感觉到 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其实都是老天在度你 这种感觉 灵性高的人尤其强烈 他们常常会认为 人生中的每个困难和挑战 都不是偶然的 而是老天精心安排的一部分 为什么灵性高的人 会这样看待生活中的挑战呢 这是因为他们相信 这些挑战是让我们学会珍惜和感恩的机会 当我们面对困难时 是否会更加珍惜那些美好的时光和人呢 灵性高的人相信 这些挑战是老天在教我们学会感恩 在经历过困难后 我们往往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和智慧 也更加懂得感恩 再想一想 当你面对困难时 你是否曾经问过自己 这是不是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 灵性高的人认为 每一次的磨难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正如种子在泥土中经历黑暗和压力 最终才能破土而出 迎来光明的未来 我们的灵魂在经历困难时 也会变得更加坚强和有智慧 他们相信 只要我们心存信念和耐心 最终一定会度过难关 迎来光明的未来 灵性高的人也会问自己 这些困难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相信 每一次的挑战 都蕴藏着深刻的意义 这些困难不仅是生活中的考验 更是老天给我们的旨意 他们会在困难中反思 寻找其中的教训和机会 并从中学习和成长 这种对困难的看法 让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 能够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人即使在面对最艰难的时刻 也能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这正是灵性高的人的特点 他们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 光明的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我们 他们深信 只要我们保持信念和耐心 最终一定能够度过难关 迎来更好的生活 这种信念 让他们在面对困难时 不会轻易放弃 而是坚持下去 直到看到希望的曙光 灵性高的人还会问自己 如何才能从困难中找到力量和智慧 他们相信这些困难是老天在度我们 是让我们变得更强大的机会 他们会在困难中寻找内心的力量 并从中获得智慧 这种对困难的看法 让他们能够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 保持冷静和自信 并最终克服困难 这种信念 让灵性高的人在面对困难时 能够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他们不会被困难击倒 而是会从中找到力量和智慧 他们相信老天在度我们 这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终点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有智慧 最终我们会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困境中成长最快 为什么我们在遭遇困难时 反而能够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 这些问题让人深思 而灵性高的人往往能从逆境中找到答案 当生活的波涛汹涌向我们袭来 我们往往会感到不知所措 可是灵性高的人相信 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上天在度我们 是一次难得的自我成长机会 他们不会简单的将困难时为命运的不公 而是把它看作一次反思的契机 他们会问自己 我能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什么 这样的反问 使他们能够在困境中汲取智慧 提升自我 面对困境时我们常常感到无处和迷茫 但灵性高的人会选择深思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从中找到改变的方向 他们相信逆境不是终点 而是成长的起点 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学习的机会 每一次的挫折都是自我提升的过程 你是否曾经在面对困难时 感受到内心的内股力量正逐渐增强 这就是逆境带来的自我成长 灵性高的人懂得真正的成长来自于内心的变化 他们不会仅仅追求外在的成功 而是注重内心的风盈和智慧的提升 当他们面对困难时 他们会选择接纳自己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并且学会欣赏自己的优点 他们明白 逆境中的每一次挑战 都是一次自我提升的机会 你是否曾经在困境中找到过自我的价值和意义 这些时刻往往是我们成长最快的时候 灵性高的人会在困境中学会感恩 感谢那些让我们跌倒的瞬间 因为正是这些瞬间 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他们相信 你竟是上天给予我们的一次宝贵机会 是让我们变得更强大的途径 灵性高的人懂得 真正的强大 不是外在的成功 而是内心的平静和坚韧 他们会在困境中找到希望 并且相信 这一切都是上天的美意 他们会问自己 这次困难能教会我什么 这样的反问 让他们能够从困境中汲取力量 找到前行的方向 当我们面对困境 灵性高的人会选择用智慧去化解 他们明白 拟境中的每一次挑战 都是一次自我提升的机会 他们会思考 这次困难能教会我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们在挫折中找到力量 在困境中找到前行的方向 变化 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存在 我们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有些人是变化为挑战 有些人则是其为成长的机会 当我们谈到变化时 我们真正要理解的是 它并不是我们的敌人 事实上 变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它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无限的成长机会 你是否曾经感觉到生活中的某些变化 似乎是不可能克服的 这种感觉很正常 因为人类的本能是追求安全和稳定 然而 灵性高的人会明白 变化并不是我们的敌人 而是我们成长的伙伴 他们知道 只有接受并拥抱这些变化 我们才能真正进步 才能从内心深处获得力量和智慧 变化是生活的自然法则 它向四季的更替 无论我们多么不愿意 它都会来临 就像冬天中将过去 春天也会如期而至 我们能做的并不是抗拒这些变化 而是学会接受它们 拥抱它们 把它们视为人生的一部分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被动地接受一切 而是要在面对变化时 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态 从中学习和成长 想象一下 一棵树在面对季节的变化时 它不会拒绝秋天的落叶 不会抗拒冬天的严寒 相反 它会利用这些变化 积蓄力量 等待春天的到来 同样的 我们也应该学会在变化中 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利用变化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灵性高的人明白这一点 他们不会因为变化而感到恐惧 反而会从中找到成长的机会 变化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它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 重新定义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当我们面对变化时 我们有机会选择新的道路 有机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甚至有机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是变化带给我们的礼物 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扉 接受这些变化 我们就能从中获得无限的力量和智慧 灵性高的人知道 变化是生命的一部分 他们会把变化视为一种正面的力量 当他们面对变化时 不会怨天尤人 而是会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 他们会学会适用变化 利用变化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他们会看到变化带来的机会 并从中学习和成长 他们知道 只有接受并拥抱变化 才能真正达到内心的平静和幸福 变化并不是我们的敌人 而是我们的朋友 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会 新的挑战 新的成长空间 当我们面对变化时 我们应该保持一颗开放的心 学会接受它们 拥抱它们 从中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进步 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人生就像一条河流 变化是其中的激流和漩涡 我们不能控制这些激流和漩涡 但我们可以学会在其中游泳 学会在变化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灵性高的人知道 变化是一种自然的力量 他们会尊重这种力量 学会与之共舞 他们知道 只有在变化中学会适应 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 变化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对变化的恐惧 当我们能够从心底接受变化 拥抱变化 我们就能从中找到成长的力量 我们会发现 变化并不是来打击我们的 而是来启发我们的 来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更智慧 当我们能够拥抱变化 我们就能从中获得无限的可能性 和无限的成长机会 灵性高的人知道 变化是一种正面的力量 他们会利用变化 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他们会看到变化中的机会 学会适应和利用这些变化 从中获得成长 他们不会害怕变化 而是会积极地迎接他们 从中找到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进步 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所以 当我们面对变化时 不要害怕 不要抗拒 而是要学会接受他们 拥抱他们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找到自己的力量 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变化是一种自然的力量 它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性 和无限的成长机会 让我们学会拥抱变化 从中获得力量和智慧 成为更好的自己 让我们一起学会接受 并拥抱变化 从中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变化并不是我们的敌人 而是我们的朋友 它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性 和无限的成长机会 让我们一起拥抱变化 从中找到力量和智慧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 叫做信任宇宙的安排 这句话表面上看来或许很简单 但其实它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智慧 灵性高的人对这一点尤为深信不疑 他们相信无论当下的境遇如何艰难 都是有其原因和意义的 或许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正是为了让我们成长 变得更坚强 更智慧 灵性高的人明白 宇宙的一切安排 都有其独特的目的和理由 他们不会轻易被眼前的困难打倒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 就像暴风雨过后 总会有彩虹出现 他们相信无论眼前的境况多么黑暗 宇宙终将引导他们走向光明 这种信任让灵性高的人在困境中 依然保持积极和乐观的心态 他们不会因为眼前的挫折而失去希望 反而会更加努力去克服困难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一切都是宇宙的安排 都是为了让他们变得更好 这种信任 也让他们在面对挑战时 能够保持冷静和自信 因为他们知道 宇宙最终会带领他们走向最好的结果 灵性高的人不仅信任宇宙的安排 还会努力保持与宇宙的和谐连结 他们认为 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一部分 我们的每个行为和思维都会影响到整个宇宙 因此他们会努力通过正面的行为和思想 来影响周围的环境 从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当我们保持与宇宙的和谐连结时 我们会发现 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更加顺利和美好 我们不再会因为小小的挫折而感到沮丧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一切都是宇宙的安排 都是为了让我们成长 灵性高的人明白 只有当我们真正相信宇宙的安排 并保持与宇宙的和谐连结时 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快乐 这种信任和连结 也让灵性高的人在面对困难时 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 他们知道 无论眼前的挑战有多么巨大 只要他们坚持下去 宇宙中将会给予他们最好的结果 这种信任 也让他们在生活中能够更加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因为他们知道 宇宙永远在背后支持住他们 灵性高的人相信 无论我们的生活有多么平凡 我们都是宇宙的一部分 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思维 都会影响到整个宇宙 因此他们会努力保持正面的思想和行为 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周围的环境 他们知道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努力保持与宇宙的和谐连结时 整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当我们真正相信宇宙的安排时 我们会发现 生活中的一切困难和挑战 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好 灵性高的人明白 只有当我们真正相信宇宙的安排 并保持与宇宙的和谐连结时 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快乐 这种信任和连结 也让灵性高的人在面对困难时 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 他们知道 无论眼前的挑战有多么巨大 只要他们坚持下去 宇宙终将会给予他们最好的结果 这种信任也让他们在生活中能够更加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因为他们知道宇宙永远在背后支持住他们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让我们感到困惑和无助的情况 但是灵性高的人相信这一切都是宇宙的安排 都是有其原因和意义的 或许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困难 正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某些重要的课程 从而变得更坚强和智慧 在面对逆境时 灵性高的人总能展示出独特的反思能力和深刻的自我认识 他们不是简单的埋怨环境或责怪他人 而是深刻的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决策 他们会问自己 我做错了什么 我的行为是否有改善的空间 这些反思的过程是痛苦但却必要的 因为只有透过这样的自我监讨 他们才能真正找出问题的根源 并为未来的行动制定更有效的策略 灵性高的人懂得 很多困境其实是自我行为的结果 他们会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 努力找出那些导致问题的行为模式 这不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而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不足 他们会想我在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我的行为是否符合我的价值观和目标 这些深刻的思考帮助他们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问题上 而是深入探讨问题背后的原因 从而避免重蹈覆辙 在这样的反思过程中 他们学会了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 了解自己的动机和情感 他们会问自己 我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是否因为恐惧 焦虑或其他负面情绪而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这些问题让他们看清了自己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 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 并为改变提供了一句 然而反思只是第一步 灵性高的人知道 真正的挑战在于将这些反思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 他们不会只是空谈 而是积极地寻找改变的途径 他们会设立明确的目标 制定实际可行的计划 并一步步地去实现这些目标 他们明白 改变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需要不断地努力和坚持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会寻求他人的帮助和建议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的视角总是有限的 他们会问朋友 家人或专业人士 你觉得我在哪些方面可以改进 这样的开放态度 让他们能够吸收更多的意见和建议 从而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 并找到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同时 灵性高的人在面对逆境时 会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他们不会陷入消极和抱怨 而是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们会问自己 这个困境能教会我什么 我可以从中学到哪些有价值的经验 这样的思考方式 让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 发现新的解决途径 他们会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困难 认为这是一种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他们不会被困境吓到 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挑战 一种自我提升的契机 他们会问自己 这次的困难会让我变得更强大吗 这样的思维方式 让他们能够在困境中保持冷静和理智 不会轻易被情绪所左右 灵性高的人还会学会欣赏和感恩 他们会感谢困境带来的挑战 因为这些挑战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让他们有机会改变和提升自己 他们会感谢那些在困境中帮助过他们的人 因为这些人的支持让他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 他们会问自己 我可以从这次的困境中学到什么 我可以如何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这种感恩的心态 让他们在面对困境时 能够保持积极和乐观 他们不会轻易被困境所击倒 而是用感恩的心态来面对和解决问题 他们会相信 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 只要自己不放弃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他们会问自己 这次的经历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吗 当我们回顾自己的人生 是否曾经想过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老天派来帮助我们的人 灵性高的人经常这样思考 他们相信亲人 朋友和同事都是老天安排在他们生命中的支持者 这些关系不仅在困难时提供援助 更在日常生活中给予温暖和力量 灵性高的人不仅真是这些关系 还会深思这些人的出现是否有更深的意义 他们会问自己 这些人为何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是什么力量将我们连接在一起 他们认为这是老天的安排 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缘分 这样的信念让他们在生活中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支持力量 想象一下 一个灵性高的人在遭遇困难时 他会首先想到谁呢 是他的家人 朋友还是同事 他知道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这些人都会在他身边 提供无条件的支持和帮助 这种信念让他们在面对困难时 更加坚定和勇敢 他们不会轻易被困境击倒 因为他们知道 有一群人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们 灵性高的人会不断思考自己的人生使命和目标 他们相信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 这是老天给予的一项任务 你是否曾经思考过 自己的人生使命是什么 灵性高的人会不断寻找和确认自己的使命 并为之努力奋斗 在这个过程中 社会关系中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当一个人确立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他需要什么来支撑他走下去呢 对灵性高的人来说 答案是清晰的 是来自亲人 朋友和同事的支持 这些支持不仅仅是在他们迷茫时急于指引 更是在他们前行的道路上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种支持让他们在追寻人生目标的过程中 不再感到孤单 因为他们知道 有一群人在为他们加油助威 灵性高的人会非常珍惜这些支持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人是老天赐予的宝贵资源 他们会用心经营这些关系 确保这些关系在自己的生命中 持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你是否有这样的朋友或家人 在你需要的时候总是能够伸出援手 这些关系中的支持 是灵性高的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些支持不仅仅是在困难时期显现 更是在日常生活中带来温暖和力量 想象一下 一个灵性高的人在忙碌了一天后 回到家中 能够与家人分享一天的点滴 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美好 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支持 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充实 这些温暖和力量 使他们能够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时 依然保持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灵性高的人深知 这些关系中的支持 是自己实现人生使命的重要助力 他们会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提升自己的灵性和智慧 这样才能更好地回馈这些支持 他们明白 只有在护主和支持中 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 这种幸福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更是精神和心灵上的丰富 在这些关系中 灵性高的人会找到真正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有一群人在支持和爱护他们 这种感觉 让他们在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时 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 他们会感恩这些关系 因为这些人 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圆满和充实 灵性高的人会用心去维护这些关系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关系是老天赐予的一种温点 他们会在平日的生活中 与亲人朋友和同事保持良好的互动 这种互动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你是否也会这样去珍惜和维护你身边的关系呢 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经常会面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 当我们感到困惑或困境时 很容易感到失落 甚至怀疑自己的选择和未来的方向 然而 灵性高的人在面对这些时刻时 会对未来充满信任 他们深信 老天有其独特的计划 所有的精力都是为了引导他们走向更好的未来 灵性高的人知道 无论现在的处境多么艰难 这只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部分 他们拥有一种内在的平静和信念 认为每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机会 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智慧 这种信任并非盲目 而是基于他们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对宇宙运走的信心 在面对不确定性时 保持积极和乐观是非常重要的 灵性高的人明白 负面的情绪和思维只会让他们停止不前 他们选择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困难 因为他们知道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正能量和机会到来 这种积极的心态 让他们在面对挑战时 能够迅速调整自己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并继续前进 对未来的信任也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接受当下的生活 他们不会因为目前的困境而感到焦虑或沮丧 而是会珍惜每一个当下的瞬间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经历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都是通往更好未来的必经之路 他们相信 无论目前的情况如何 老天都有其安排 并且这些安排最终会带来好的结果 这种信任并不意味住他们会消极地接受现状 而是会积极地面对生活 他们会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经历 从中学习和成长 他们明白 每一个挑战都是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 让他们更接近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他们相信老天不会给他们无法承受的挑战 所有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他们变得更强大和有智慧 灵性高的人经常会与自己内在的智慧联系 寻找内心的平静和指引 他们相信 内心的声音是老天的指引 会带领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他们会花时间进行冥想 反思和自我对话 从中获得力量和启示 他们知道 只有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信任 才能真正听到内在的声音 找到人生的方向 此外 灵性高的人也会积极寻求外在的支持和帮助 他们知道 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历 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他们不会因为害怕被批评或误解而封闭自己 而是会勇敢地敞开心扉 与他人建立深厚的连接 他们相信 这种人际关系的支持也是老天的安排 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当我们对未来充满信任时 我们会发现 生活中的一切变得更加美好和有意义 我们不再被困在过去的阴影中 也不再为未来的未知而感到恐惧 我们学会了享受当下 感恩每个经历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都是老天的恩赐和质疑 我们会以更开放和积极的心态 迎接每一个新的挑战和机会 因为我们相信 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好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